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我们来安排提案一个五月份出游 预算五千块以内 但要玩三天两夜的行程 邀请到了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资深导游阿璐哥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小芳 嗨 大家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小侯魏华轩 嗨 大家好 旅游达人音音 嗨 大家好 我是音音 好 今天达人要伤脑筋了 因为摸摸口袋五月份荷包真的很薄啊 一开始先问音音好了 五张小朋友的预算 可以带我们去哪里 基本上我觉得既然预算很少 我们就要来把自己逼到极致 但又要好玩哦 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逼到极致 逼到墾丁去 墾丁怎么可能 墾丁原本要去花费都很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 当然除了就是车费之外 我觉得墾丁有一个很大优势 虽然说他的住宿 跟他的吃的东西 可能省的东西不多 但是墾丁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的沙滩 风景 比基尼 这些东西无价 对 免费就对了 对 而且重点是他有很多像什么森林公园啊 很多地方他基本上就是门票很便宜很便宜 三天两夜 第一天因为我们刚到就在中间这区 墾丁国家公园这里 就是他有一个森林就是游乐区 对 我们在这里看看神奇的这个地形 他在这里有非常难得的高位珊瑚礁林 那这个高位珊瑚礁林 其实就是以前在海底的这个珊瑚礁 他因为板块的变动 所以他被推推推推出来推到陆地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景观 对 那在这里面其实呢 这个公园很大 那他有两种路线 第一种呢就是你去走植物 看植物为主的 对 走森林漫步的 那他这个森林漫步其实呢 他就是沿路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热带植物 然后让你可以吸收满满的芬多金 对 让你的心灵变得更有层次这样子 然后重点是他里面有其中几个点 我这推荐大家一定要停下 譬如说他里面有一棵很老的茄冬树 它叫茄冬巨木 这棵茄冬树有三百年的历史 而且它很妙的是喔 它因为以前又受到病虫害的侵蚀 所以它整个树干的中间其实已经空了 那个树洞很大很大 是可以就是认真的话躲进一小家人这样 还可以人躲进去啊 三百年的老树啦 所以如果你喜欢就是走这种森林漫步 植物路线的 对植物路线你可以走这一条 当然你走马看花其实也是速速可以走完 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会想去的 就是那个地质探险的路线 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这个距离 因为其实在这个森林公园里面 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石灰岩地形 就是我们以前往往都要出国去看了什么 石灰岩洞啊 钟如石啊 石筍啊 甚至我刚刚讲的这个高位的珊瑚焦陵 居然都在同一个地方一条路线一次让你看看 都看到啊 真的 然后里面就是它有很多的力牌 它就是有自己去想象的一些图 譬如说长额奔月啊这种 所以你带小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来我们来找哪里有长额奔月这样子 就是可以带着他一个一个去对照 所以其实如果你喜欢走的是这种地形探险的话 你就可以走这个地质路线 那当然你就是也是走马看花快快走完 也差不多是一两个小时 所以其实你的下午是不是就在这个非常棒 非常难能可贵的大自然 而且重点是骑井当中度过 哇 如果像盈盈这样走啊 走一整天 我真的都肚子很饿啊 体力消耗很大 对 我要推荐一个在墾丁小湾附近啊 我真的吃超过十年的摇烤披萨 这一家摇烤披萨呢 它是薄片的披萨 它不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厚度的厚片披萨 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有十寸 但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吃一大份 那它有五种口味 那每一种口味大概都是250块钱 那我最喜欢的是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就是你看到就是有罗勒叶啊 起司番茄酱 简简单单的 简简单单的 可是你知道吗 搭配一杯啤酒啊 它那边有卖啤酒 那你想想看在那个墾丁小湾 有那种自然的星空 对 然后它是大概傍晚黄昏的时候 就开始营业 对 然后就会有那种小货车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小货车 然后冒着热腾腾的热气 是 因为窑烤的温度很高 它大概是五分钟到十分钟 就可以做好一个十寸的披萨 那玛格丽特之外 我很喜欢这个夏威夷 夏威夷口味 我看到这个夏威夷 就是有凤梨跟火腿 然后满满的起司 我觉得这家窑烤披萨最棒的是 它那个起司给的完全不手软 它就铺满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喜欢吃咸的话 除了这个夏威夷有咸咸甜甜的 像它的比如说熏肌蘑菇 还有海鲜 它的用料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没有到分量很多 我反而觉得它起司比配料多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吃起司的人 那我觉得250块 比如说假设我们是一家人 四个人去吃的话 我可以点四种口味 它平均每个人大概就是加 墾丁的铜板美食 大概就是300到400之间 差不多 就可以在墾丁大街先吃一轮 然后再到小湾那边 然后看着星空去吃 那这样吃饱喝足之后 第一天的行程有点满足 晚上重点来了 来 茵茵 你推荐的你负责 墾丁住得很贵 如果我要五张小朋友 你要住哪里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妈妈精神就是这样子 你给我们越少预算 越能把我们逼出极限 七八潜能 真的 来 这一间其实是在南湾路 那边 其实它就是等于是整个墾丁的正中间 它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不管你要去墾丁大街 你要往东南半岛 你要往西南半岛 它去哪里其实都不远 对 然后呢 这一间呢 它是Villa型的度假饭店 它这间饭店呢 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造湖 是 然后这个人造湖的周边呢 就围着它的这个别墅Villa 对 那它两层楼是两个房间 是 有分楼上跟楼下 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一楼的这个房间 对 因为一楼这间房间 你进去之后呢 它其实每间它的浴室都很大 它都有干湿分离 然后有大浴缸 就度假一定要有浴缸嘛 它里面呢 就是用那种实木的书桌 然后实木的那个床 然后有些甚至有很漂亮的那种床帘 其实里面的内装是有点点偏巴黎岛风 但它最特别的是 你的阳台一打开 你就哇 怎么样 它是一个阳台直接伸入湖面 就像一个小小的码头 对 那你就是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坐在阳台上 你坐在阳台上就像你坐在湖中间 奢侈人 你爱喝咖啡 你爱喝啤酒 你爱耍废 你就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小孩到边旁边烦的时候 你叫他干嘛知道吗 怎么样 出来 叫他出来干嘛 你就让他站在你旁边 你给他面包 他就开始喂 湖里面满满的鱼 然后有白天鹅有黑天鹅有绿头鸭 我想小孩子光在那边喂 你就可以到那边大概看两个剧了 真的超度假的 真的超度假 而且你说这码头可以停什么 我告诉你 这码头可以停那个湖上的小船 手滑的小船 湖上还有船 你可以去滑湖上的小船 然后还有脚踩的天鹅船 对 所以其实这个光是湖 就已经对小朋友来说很好玩了 然后再来它这里面的设施 真的很多都让人觉得很妙 它有自己的人造沙滩 这里面还有沙滩 它有自己的人造沙滩 自己算私人的沙滩 对 然后虽然是人造 但是它人造沙滩中 就是旁边就是一个冷泉的天然游泳池 就是冷泉游泳池 所以小朋友在那边玩水玩沙 你就一样铺个地板上的垫子 然后躺在沙滩上 又是一个下午 对爸爸妈妈来说这是多亲善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设备太好了 房间太好了 它价格应该不会太好吧 来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 肯定的房价都不便宜 喊早餐 来来来 双人房 2970喊早餐 那我们如果除以2的话 一个大概是1500左右 对啊 这间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用手机打开行动支付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像我这样 你知道生了四个孩子之后 就头脑不好使的妈妈 我上次年来工作都忘了带钱包 你出门会忘记带钱包 但是很少人会忘记带手机吧 没错 所以你只要有手机 你就可以在这间饭店来付钱 哎呦 我觉得这还蛮加分的 因为疫情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不想要碰钱 用行动支付直接手机刷了一声 就OK了 但有些人会觉得 行动支付用手机 还是有点复杂 小方会吗 当然不会啊 像我用的这个行动支付 只要你下载这个程式 是 有有付里面 那我就可以去做按照程序去登记 首先我先讲它的支付工具有两种 第一种是银行的账户 绑定银行 你设定好银行账户 它可以直接扣款 或者是除值到我们的钱包里面 那第二种我就用第二种 就是绑定信用卡 因为绑定信用卡 我根本就不用带钱包 所以一定要注意的 不用带钱包 连信用卡都不用带了 是 因为你只要点它的付款码 然后你知道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密码 所以我就把我的密码输进来 告诉大家没关系 密码不能讲啦 就会出现这个付款的条码 你只要给店家扫一下 就可以迅速完成付款的动作 中间都完全不用接触到 你刚刚已经把自己逼到极致的不了 我现在教你个小配方 是 因为我们另外如果是跟这些 有合作的网银 还有所谓的信用卡 你还可以赚更多的优惠 还有优惠 什么样的优惠 比方说呢 悠游富有跟很多家的银行 做数位账户的合作 是 所以你只要绑定账户之后 完成一笔扣款交易 你就可以有100元的回馈金 或者15%的回馈金 15%很高 对 这样的除值回馈是不是就很棒 那如果你是绑定信用卡的 你就会有10%到20%的回馈 又更高了一些些 当然 这些回馈的优惠 有上限 最多300元 300块也很多 所以刚刚银银讲的这个肯丁的Vila 如果以绑定信用卡来支付的话 你一晚可以省300元 又省 等于是打了九折的意思就对了 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旅游省房费 我们还其他地方可以赚回馈 你比方说上5月份是报税的季节 所以如果你用行动支付来涨纳的话 你可以赚房税跟所得税的回馈 在6月5号之前 累积到4000元 及任何一笔消费交易 你就可以获得200元的现金回馈券 就两个便当钱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累积到8000元 及任何一笔的消费交易 你就可以获得500元的现金回馈刷 刷越多优惠越高 但是这是有上限的 最高的上限就是6% 6%其实也很多了 对不对 那绑定信用卡的部分 目前有玉山银行 台新银行 可以使用范围很多 包括双北市 基隆市 桃园市 新竹 台中苗栗 云林彰化 嘉义台南 台东 还有平东 再来就是这个所得税 在5月31号之前 用悠游付钱包支付的话 你可以获得所得税缴纳金额的3%回馈 但是还是有上限的 还是有上限 每户最高600元 那也是很棒 对 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是 如果是所得税 是用悠游付的钱包 但是 房屋税是可以用 绑定信用卡 银行账户 还有钱包来支付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是付所得税 你还可以参加3C毫里的筹奖 所以最后还有筹奖活动 那我这样算一算 如果你全部都用这种行动支付 来支付了 包括我们的饭店 或者缴税 对啊 全部加一加说不定 你回馈就有超过上千块了 没错 魔鬼藏在谢杰黎 我们连支付的方式都帮大家省到 想好了 所以第一天差不多就花了2000块而已 就蛮省的 但是像陆哥就是口袋比较深的 住宿 不想说住比较高档一点 有没有推荐的 这一间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为它位处于在整个我们墾丁国家公园里面 住了饭店就可以看到我们墾丁的一个地标 大尖山 对对 你当然要住要住在这种核心的一个地方 对 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它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窗户 当然窗户里面都面对了整个一个大尖山 那另外可以看到南湾的一个海景 而且它每一个房间里面的窗户的旁边都有一个特制的一个浴缸 直接可以在这里泡澡 对 你可以早上在这个地方看这个所谓的山海的一个景色 晚上就可以看到夕阳的景色 然后在这个地方晚上之后 因为这个是国家公园 其他完全附近附地完全都没有任何一家饭店 就只有这样没有光害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泡汤你就可以享受一个非常慵懒的那种星空的日子 对 而且它是每一个人有24小时的管家 每一间房间像公寓室都有一些厨房的设备 当然你住这种饭店你绝对不会想说自己在那边煮太麻烦了 你早餐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沙发区的地方吃早餐 沙发区一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泳池 有看到吗 很美的游泳池 蓝天白云 你看到那个整个大游泳池 你很慵懒在这个地方享受那个早餐 住在这个地方虽然价格高 但是几乎你可以全包 不管你在这个地方发呆也好 你要参加一些所谓的活动也好 它翻地有一些SPA 有游泳池 有三温暖 有一些设备 连户外的一些的活动 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后壁湖要去浮浅 要看潮间带的一个生态 晚上的夜间生态的一个部分 另外还有像一些手作的一些甜点 或者是欣赏梅花路的这些的体验 这些不是一般的饭店都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地方方面报名 你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很多的一种尊荣的一个服务 哎呦 你提到两个字尊荣 对 那这价格可能也很尊荣 各位看到 哎呦 看一下 哎呦 八千多块 但是各位啊 你还不要以为 所以觉得说 哇 怎么这么贵 他可能你现在上公网看 五月份几乎都还要全满 哎呦 生意好到不行 因为很多人想要体验看看的 有钱还不一定订得到啦 那八千两百多块 你除以二亿可能就要四千多块了 所以呢 我们当然预算有限不会选这一间 我们就选一云那一间 那我们就把我们第一天呢 到墾丁的行程把它列出来好了 到底到目前为止玩了哪些东西 花了多少钱呢 目前累计花费 一千八百三十五块 不到两千块哦 那接下来第二天 第三天 又可以玩哪些地方 预算怎么抓 休息一下